美国共和党无法在中西选举中掀起红色海啸 党内也不看好特朗普的前景 但这名狂人前总统希望再一次 确立自己作为共和党领袖的地位 决定再占美国总统大位 寻求和民主党的现任总统拜登正面交锋 现年76岁的特朗普 星期二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发表讲话 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这名共和党狂人在演讲中 除了易数他执政时期的成绩单 也不忘抨击敌对阵营的拜登政府无所作为 导致美国通过膨胀高企和能源问题 特朗普强调 美国的付出从现在开始 他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战斗 打败那些试图从内部摧毁国家的激进左派民主党人 这已经是特朗普第三次角逐总统大位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特朗普已经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了竞选文件 虽说这名前总统再战政坛 希望再度确立自己作为共和党领袖的地位 但是向党在中期选举的成绩不尽人意 许多共和党人开始和这位容易引发严重分歧的特朗普保持距离 预计他在共和党内将面临与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竞争 因为后者以压倒性优势成功连任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